各位五安,歡迎來到財子通姓 但今天又是一個新的面紅,新的組合 因為OA請假,所以今天有我Vivian在 還有Ivan在,繼續在疫情之下陪伴大家 我想真的很誇張,剛才看到千多單 有些存在可能是二千單,跟朋友在那裡吹水 然後又說會不會有二千,有些人都說會 其實不出奇,好像是倍數升上去 因為剛才我看到家人發了一些訊息 余景灣那邊都要封了,整個地方都說要封要強檢 五萬個人,好像用四五天去做 唉呀,這個我還未知,剛才有些人發出來 很大工程 那裡有這麼多人口,幾萬人 真的要慢慢檢測 來到財子通姓,剛剛開始節目報,恆子 現在是2點07分,恆子還有24822點 升490點,暫時大事成交106億 今天恆子是英俊,最高升500點左右 好像大家都覺得,今天的星程很全面 但是有些人反而是害怕的 為什麼怕呢 因為不知,有些人就說,現在才看到北遂回來的作用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不是呀,你們真的升那麼多 尤其是科紙又升那麼多,很害怕的 其實是否需要害怕,還是不需要那麼擔心呢 如果我們,大家觀眾有機會,他們有一個期權的版面 這個版面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就是,你看看今天我們叫2月份 2月份的期權,如果你說,大概2萬5千點左右 其實2萬5千點,如果你說怕的話,其實那些人就會買跌 或者一些大會就會買跌 我說得這麼複雜,就是,你們有這麼多衍生工具 為什麼要特別選擇期權呢 因為期權來說,也是大會操作一個市的方法 但是2萬5千點以上的期權,其實來說,他們沒有什麼叫未平倉 反而未平倉的那些,積住在2萬3千2至2萬3千6、2萬4千點都有 什麼意思呢,有機會呢,其實他們都已經輸了 但是,如果另外一邊的大戶是一些好倉的話 其實他們集中在2萬5千4、2萬5千6 這些期權未平倉的張數,反而比較多些 大家觀眾,如果你說是有一些期權版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但是我想說這麼多的話,其實我們自己 很多時候,在坊間或者其他不同的節目都會看到 牛紅症集中在2萬5千點、2萬5千1、2萬5千2,這些媒體會比較多些 你說會不會殺呢,我相信機會很大 那機會大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今個月經常都說,限制我們上年21年 罰來罰去,大概1200、1500、甚至2000點每個月的波幅 其實來說是經常發生的 如果你說,我不多了 今個月,那個月下降應該是2萬4千1百多做緊 我真的當2萬4千1,如果我將它上升加上去1500點波幅 那你自己計算到數目是2萬5千6 我相信,條件是有的,條件是你拿回科技股來夾 但現在,好像剛才Vivian說的,一些方向的人會覺得 你會怕的,變成一些南方龍 你升隻阿里巴巴,很害怕 阿里巴巴通常來說,你拿來升完之後 你今天的升是拿來明天的跌 明天會再跌更多 但我又覺得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路拖累著科技類的,我們說的除了監管政策之外 如果你真的看回一些衍生工具上面 其實來說,亦會拖累自己的股價 我們自己倒轉頭,看看其他的中概股會不會那麼差 其實來說,他們在美股方面未必那麼差 但是我們如果說,我們真的要看一些科技類的股份 我們看哪一隻呢 即是換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經常都是看一隻騰訊出來的 即是,哪怕你說ATMSJ的話 其實你真的看一隻騰訊 騰訊可以這樣說,由去年,即是我們看過模式 八月份到現在 其實來說,我自己在《才智的空性》這個節目都說 20元20元的操作 之前當然,他自己除淨了大概,我沒有記錯是13元6 因為派京東的因素 如果你說on top加上去,現在是480元 13元6,大概是493元多 至494元左右 如果你說我們20元20元的操作 即是由425元開始,450元,475元,580元 然後525元,其實你自己很簡單 例如昨天去到460元那些位置,你買不買得住 其實你應該是買得住的 那些高位置就加上去13元6元,即是大概490多元 你看是看500元,如果看500元 如果看500元,就升穿了,可能之前的高位置 會不會有機會在3月底,然後再開啟 我相信機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在說9月份,現在有冬季奧運會 你說會不會在杭州的亞運會,會有機會出台 我相信機會很大 因為我們在說王者榮耀,其實是其中亞運會的一個項目 你說的是手遊方面 我相信如果你說對應騰訊的話 它煤球已經是支撐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圖案給你這樣的玩法 很容易看 對,很容易看 其實你自己買這隻會不會贏 但當然,如果你說對應市場 我們講點數,我們不要講過股 如果你真的要買貨,你覺得現在高的話 那就落回昨天大概24,500這些位置 可能落回大概300點左右 你自己也會吸不住 如果我們自己這樣計算的話 我相信今年的市場不會太差 今年的市場不會太差的意思就是 因為科技股的股值,你都要上升 你都要抽上去 用哪些來抽 我經常都講 騰訊,阿里巴巴,以及美團三隻大野 都已經超過了你的指數20%左右 而且跌得夠殘 跌得夠殘 所以有一些基金,其實它未必是想入 但為何它要入這些呢 其實因為市值的關係 另外這些基金又會覺得,對呀 這樣跌得太差 如果我所謂的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NPF那些 叫什麼成長、增長的基金 它一定會找這些東西去買 這些再有時間跟大家講一講 但是我們自己這樣講 如果你說今年的市場 其實為什麼說好呢 我相信一件事就是 你說剛剛才開始加息週期 我們經常說加息週期,什麼意思呢 大家讀經濟學都知道 加息週期是因為經濟的增長 然後開始有條件給你加息 然後考試到經濟越來越增長得快 所以我們經常講 就算之後我們講油股也開始再講 但是今年開放,多了一點油 其實油價也會升 因為預期的增長 預期的經濟會加速 是我們叫做復甦 我們回到市場的方面 其實我們自己這樣講 今年會不會再有高位會挑戰 我相信也會 但是現在不說太遠了 只不過是24,500座 大家如果真的還沒買伏 自己可以吸得住 吸哪一隻都是騰訊 24,500座已經給了一個位置給大家吸貨 因為我見大家現在的操作很短暫 不知道市場究竟 但有一天還有第二天 有第三天會不會有第四天 很害怕 所以大家現在真的怕怕地 慢慢地去吸貨 也不敢太長坐 但是我有一條問題想要出來 Teddy 問的 問問周大師有美女陪你做節目 是不是特別開心 咪後說 咪後答你 自己溝通溝通 但是看表情就知道 看看表情 這個我不多說 剛才說到有些 可能有些油股相關 想說 經濟環 因為近期多了人真的炒油股 看到油價升到很高 92的水平 但是近期是有少少回落的跡象 是沒錯 有些人覺得我好像 近期無法參與油股的升勢 因為你一棍一棍地升上去 我哪敢追 尤其是看著883 都升得很強 又破了位 但是油價好像現在近期有少少回落的跡象 會不會等它再跌一點才可以進去 其實未必真的會回到給你 你覺得 我覺得未必會回到給你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 我整天喜歡拆開 你看一隻883字 你看另外一隻 就是姊妹公司 283 中海油福 你看283已經知道 那個趨勢已經告訴你 油價再跌回 或者整個板法跌回 機會比較低 我們看283 就是你看採有一個服務 開轉石油台的服務 即是說 如果你油價一直升 你開轉或者採的意欲就大 好了 說回883 我們經常都說 883因為支撐到股價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股息 我的未來 我叫Prayer Ratio 可能多過30%以上 其實這些基金經理是很喜歡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我們經常說 油、石油、原油等等 其實我們可能再跳過另外一方面 就是一些原材料 我們說的是輕能 或者輕器 其實輕器這方面的項目 在國內 如果你要做 你不是一般民企 可以做到很大 或者最大的規模 通常來說 都是給兩間公司去做 一隻就是883 另一隻就是386 即是中國石化 如果你說883 另一方面 就是你包裝它 以後 可能它自己的角色 除了是真的 我們叫上油方面的石油之外 其實就是輕能方面 就是883 自己會做一個主導的角色 就是整個中國的輕能方面 我相信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下 我相信煤 可能真的煤 都很少 大概九元錄了 即是你說 去之前一些的裂口位 會不會說 去真是九元那邊 九元 我都聽到有些人說 會不會整數九元買得到 難一點 難一點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這樣說 一直積弱了很久 其實來講 之前已經是基金經理已經拍了 全部拍了錢 拿了貨 如果你說真是 拿九元那邊的話 其實有哪個沽 我覺得就想不到 因為本身來說 剛才也講過一件事 就是他們之前的管理 都已經說 我之後的拍息比率是非常之高 所以就 未必很多人會願意放貨 所以如果真是買的話 我覺得是 九元錄位置 會是短期最低 9.6元 9.6元 距離現價 少少水位 那麼大 但是 說到油股 不如也看看 386元 剛才說到做輕能 我想他很早之前已經說 自己會做輕 那方面 其實去年都說 但是這隻 因為大家比較小炒 就是他跟油價跟緊密程度 就沒有那麼貼 要跟得比較貼 可能是883 那類的 但是他有一個輕的概念 是不是都一樣可以 跟883看高一線 在這方面 我覺得 366 其實都說了很久 我們自己經常都說 366拖累他 就是因為下油的業務 煉油的業務 就是有時候 國內他們行的機制 叫成品油價格機制 就是說 你國際原油價怎麼升呢 其實未必說 在大陸是會升到 因為本身來講 是否要自己公佈 那又拖累他 但是 如果你說純體輕的因素 的話 其實對於這兩隻的 是可以提高一線 但當然一樣 如果你真的要買 我是說收息 如果你說這個角度收息 我是不反對的 因為現在你看過周息率 已經知道了 半年多 是的 我覺得 這些位 你說再跌下去 如果他有沒有水位 可能下跌到4元 我覺得 還未有這個水位 但是我覺得 這些位置買下的話 你預視就是什麼呢 你看今年大概5元至5元二的水平 你是希望可以達到 OK 上網5元 依然還有空間 在這裡 除了說有之外 因為今天的資源股升勢 都挺英俊的 我見有些朋友仔 都真的問資源股 其實我見到有朋友 很早就留了一些留言 但是我想一次過在這個資源板塊上 回答一些問題 再回到之前的朋友仔的問題 他們想問煤炭股 想問1088、1171、1898和1907 怎樣看前景 這幾隻有怎樣分呢 其實我們只不過有一樣東西 大家要看 麻煩你們去大聯商品交易所 大聯商品交易所 其實是國內其中一個商品交易所 trade的商品是非常之多 也非常之廣泛 多種類以及非常之大的成交量 我講那麼多的是什麼呢 其實每一隻資源股或者煤炭股 他們的nature未必同 我們有時候有些是專門做焦煤 有些是專門做動力煤 動力煤的意思是 你們聽完之後覺得 這麼帥 什麼來的 你吃完之後很有動力 吃完煤 突然一瘋一聲 很厲害 以前我們看的金霸王套套 吃完之後好像很厲害 不是說這些 我以為你想說 我馬上看一看 不是 我們說動力煤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能源 即發電 或者做一些能力的東西 其實我們叫做動力煤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真的炒動力煤 我沒有記錯 昨天動力煤 在國內的期貨市場是升停板的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現在可能在海灣的港口 你要煤炭的話 其實你要靚的那些是不會給到來的 即是你叫做有價沒有市 大家都說是買不到成不了 但是你說如果你真的要對應 你在一些叫做港股 你要找一些動力煤的市場 或者那些股份 其實是1171會最好 1171我們看回這隻股票 以前他叫什麼呢 就是叫淺煤 現在叫淺礦能源 我新年很喜歡看食神 即是炸彈飯就是炸彈飯 每年都是要看的 即是掩什麼燃燒雲飯 掩什麼礦能源 但是淺礦能源就是告訴你 他自己做輕能 即是他們自己未來 可思得到 未來有個五年的規劃 他們自己做輕能的時候 即是我們自己的版圖是怎樣 我只可以說一件事 如果你說一粒煤炭 好像稻米一樣 即是一粒米 米我們可以變成飯、粥 即我的概念就是 你煤怎麼可以變成其他不同的東西 你就要煤 本身這個東西 你採出來之後 你要擺一個類似電飯煲的 即我們電飯煲的概念 那叫焦爐 焦爐之後 你放進去 加不同的化學物進去 然後你出產出來的話 那些叫焦炭 那焦炭或者其他化工員 即是化工員 可能甲醇、月醇 甚至乎我們在用的煤氣 即我講那麼多東西 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專門用動力煤的話 其實它們用來給電廠發電 所以在法國位的江東名說 你要煤炭的供應要很穩定 很穩定 其實它未必可以大升得到給你看 但是在一些焦炭焦煤 其實是它今年的高位 現在走的是21年的高位 我覺得你要買的話 你自己就買一隻對 就是1171 你說對應1088 或者是1898 這些 1898都可以看好的 但1898看好之餘 你要看著它 可能它做焦炭的方面會比較多些 但在動力煤方面 其實就是在電廠 它要穩定發電 它一定是要 功課要舊 功課要穩定 所以 它們除了這個 就是煤炭 剛才我說的 釋放很多不同的工藥 其中一件事就是氫能 所以就是 1171 為何它們自己發佈氫能的規劃 所以整件事就是 整合它們上中下游的業務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這幾隻的話 我覺得1171可以看好一點 因為始終可以叫做轉型 沒錯 OK 好 但回到1088 她們都問 看看先 Jane Van Kroak問 可不可以到22元 中國神話 神話 22元 你應該這樣說 22元沒問題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22元 當然一件事 它可能大概 我不是笑的 但只不過一件事 就是4%至5% 我覺得可以 支援它 就是本身的股息率 另外一方面 就是 煤炭以及焦炭價格 升的話 其實對於它有利 但神話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面向著一個困難 就是整個煤炭行業 都面向著 就是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公司 我們做煤炭 那些人 可能有些銀行家 就會覺得 你這方面很高度污染 我未必會借到錢給你 所以 你說 要擔心的 其實這個是少擔心 只不過有一點 就是 外資一些投資者 參與這類型的投資 會越來越少 其實要買的 中資的投資者 會比較多些 所以你要玩的話 其實要玩一些 真是他們做煤炭的時候 你有一些 清潔能源的東西 剛才這麼說 1171 他們自己 就是顯礦能源 他們自己都說 我做輕能的 你做 對著銀行家 即是食神有其中一幕 我對著銀行借錢 然後 阿周生 不是我這個周生 就是對著阿周星 阿周生以理會 我可能借錢給你 然後那些人 叫你試一下我的東西 然後叫你試一下 試一下 即是輕能 叫你去看 我說到 我懶得是灰鞋 懶得是風趣 但是告訴你 很多時候 那些銀行家 即是外資的銀行 都會說 如果你是做輕能的話 我願意借多些錢給你 或者是它的息率 會有優惠 所以 整個對應的版法 是1171 但是 我回答這個問題 1088上22元 不是一個問題 你只不過一樣東西 如果你是股價繼續升的話 你對應本身 他們自己 會不會今年又有些特別股息 因為去年支撐到 就是一些特別的股息 我覺得 這方面 未必說今年會派到特別股息 但是要交數 交數就是 因為去年煤炭價格 是非常好 我覺得是會好的 但是 有時候你要看 上了22元之後 真的等於熱積 但是熱積之後 會不會健康死 這方面就是給你一些比較軟的操作 OK 看著22元之後又怎樣呢 大家留意著1088 以及這些煤炭股 可以看完就是1171 剛剛都非常強調 因為它接下來要做輕 希望在這個輕的方面 又可以發展多一點 說多一至兩個板塊之後 讓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又回答一下問題 另外有一個我想說的 都是一些資源類的股份 今天升得很厲害 就是那些女性 就是2600 就是中國女業 今早最高升12% 現在升10% 依然是5元以上 其實鋁呢 我想近這兩天 就是鋁價不停地向上升 沒錯 就是又做了一個高位 所以 連昨天美股那邊 就是那些鋁業股 全部都升得很強 所以反而呢 就是港股那邊 2600今天又升得很厲害 亦都破了位 你又覺得這些 譬如2600 可以怎樣看呢 就是這樣說 就是我們炒通脹 有時候要炒一些大陸的東西 就是由由開始的 由開始 然後到銅 鋁 以及最後到哪些 可能是黑色金屬 包括就是木 那方面 如果現在炒到鋁那方面 我相信大家預期通脹 以及會不會 你還有些什麼 我記得昨天 除了鋁之外 就是一些金 都會升得很厲害 我覺得這方面 會持續去升 但是有時候 我們自己看股票 都害怕 那個裂口比較大 是 有時候 你昨天收了4元5元 然後今天收了4元8元 然後大概兩盒半指 這些裂口位 會有機會補 我相信未必這麼快 可能大概5元半了 然後就會開始補下去 我覺得 如果你說 如果買了貨的 可不可以持有 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未買貨的話 我覺得 你少少 可能目標到5元半 你去吃壺 我覺得 有機會補一補 如果你說真的 比較保守 我覺得 你先看著 你不需要太急 那些股票 OK 剛才說到炒資源類 可能通脹 那些 其實會不會有個 類似次序 先炒起哪一類資源 先看鋁或金 那些 有沒有次序之分 這個次序很簡單 就是 如果你日常用到的 那些才會炒起 特別是剛才我說的 油 或者可能是一些 叫做什麼 平時我們說的 一些期貨的價格 例如真的叫做 咖啡 豬肉 那類 但當然我們有時間 可能在下一節再說 其他期貨 但是 通常來說 油是會先起的 因為油是很決定的 一個經濟 你是好還是壞的 我覺得 這方面大家要知道 但是 之後會炒到一些黑色金屬 這個 我覺得可能都會有的 特別是看3993 但是 如果你說 對應現在 叫做勢頭 我相信 鋁和金 都會在這個月先炒掉 之後才會到3993 例如黑色金屬 OK 看鋁和金 之後就看看 木會不會有機會炒得起 這個時間 讓我們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回來繼續財治通信 回答大家的問題 謝謝 港股市場每天都這麼波動 怎樣才可以抓紐 投資機會 在股海尋倒堡 UpTV 全新節目 出奇製性 將會有小貞 紅磡索羅斯 唐牛 K-HO 連同花旗上市 衍生產品部副總裁 麥榮儀做嘉賓 每逢港股交易日 星期一、二、三 朝早於不同時段 和大家分析大事 教大家如何利用其他衍生工具 找多些機會 彈分析,其他衍生物 由於破線賓 小禮類 聊天 小禮類 楣 舌頭 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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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就跌了一點 跌了1.7% 可以的 意思是本身我們自己這樣說 如果你說看中的資源 我們不會看資源 然後做不同的工程 之後怎樣怎樣 你只會看一件事就是 本身看內房的板塊 你看內房的板塊就會知道 其實它現在開始回復 如果你說看內房的板塊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內房的發展商 都已經開始從它很恐慌的時候 都已經在搭配 包括它銷售的資產 但當然 關不關中的事 其實不關中的事 看中的東西的話 其實好看回剛才說的內房的氣氛 你說不是 它是野金建設 承包商 我覺得就不需要看這些 只不過如果它搭配得到 可能突破2.4元的位置 有機會挑戰2.8元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如果說 現在我未有貨的 我要買的話 下兩元一半 到時候再看 這些不需要急著 好 回到中國中野 暫時的看法就是減 另外JT就問257 光大環境 他就問 什麼時候可以買 或者什麼位置買 對呀 支持的位置又要看哪裏呢 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是5.6元 5.6元 然後 目標在哪些位置 大概是6.2元的位置 你說會不會現在升至6.2元呢 我覺得就比較窄 可能會先梅一梅 因為 為什麼這樣說 那些錢還未去到它 那些錢還可以回到一些科技股 就是說如果你說 今天要炒的 我覺得 如果市場這麼好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贏的市場 我們看股票很簡單 你看一些Beta 大過1的股票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你恆指升0% 理論上或者國指 可能升大概2.0%左右 你應該是升3%左右 但是 它不是嘛 它今天沒有什麼錢進去 我覺得就有機會先去5.6元的位置 近期好像也不是很多錢 流入這類型的板塊身上 是不是比較難挑戰前高位6.6元呢 比較難的 所謂難的意思就是 我們自己看不到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政策 就是說 如果你看政策 多數來說1月左右就已經公佈了 公佈了出來就開始掉下來 如果真的到時候你要看的話 可能在說三月份量會的時候 三月份量會的時候 相信這些就開始會落鑊 但是短期來說 未必看到有個勢頭會炒起股票 好 那就慢慢等下這類型的股票 我看到黑漆王就說 今天中移又爬過 中移動 9.41升3% 但也不夠A股勁 A股的升勢是再強一點 其實港股有沒有能夠跟貼一些 A股的走勢 港股其實很有趣 因為港股也好 A股也好 他們本身對應的投資者 和市場不同 有時港股的沽空不等於 A股那邊的很橙淡的情緒 有時我們可以這樣計算 但是在港股的話 他們昨天已經是2月8日開始的煤購計劃 我們經常都說 一切的股票 不是子女好與壞 不是股票好與壞 在乎 在乎 在乎煤購與煤購 不是的 在乎你本身的實力 如果你的實力的話 本身之前的酬水 他們回到A股的時候 那些錢可能是 我看了這隻 應該是好的 好的話 那你便是煤購 如果你說煤購的話 我很簡單一句 我不是貶笑一些老人家 但是 你本身有一點如果說好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挑戰60或65元的水平 但是當然一件事 如果它的煤購的力度 未必是夠勁的話 其實它一扔下來的時候 可以扔給你53至54元的水平 當然這隻股票 你要移動它是非常難的 之前的踢也踢不動 對 踢也踢不動 會否可視得到 我們看電訊管 其實很簡單 你看回它的上核人數 以及它的RPO 其實是沒有什麼 有些衝擊 但如果不是 現在這樣說 有一個煤購的因素 我覺得還可以解僱 只不過是煤購 沿北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是時候要下車 有沒有機會 可能真的65元 在今年 我覺得機會比較大 OK 看著它的動作 近期電訊股 都炒得慶合合 炒得最好就是941 如果有些人想追一下落後 這個板塊 還有沒有一些股份 可以追一下落後 例如762 會不會算是可以上車 762的話 我們經常要看一件事 除了它說真的 那個RPO之外 就是本身來說 你夠不夠941 即是砍 你叫上核人數 我沒有記錯 南方最主要是762那邊 你說北方那邊 941會比較多 如果你說真的要追 我覺得是有條件 你說三大的電訊箱 就是我們剛才說 941 以及762 以及728 你要追落後 你真的可以選一隻762 你說會不會追其他 例如電訊設備箱 我們可能說到763 788 這些不關事 如果你說真的追的話 我們自己追762 或者728 你真的追的話 你就選一隻762 OK 好 非常之明確 如果追落後 就看著這隻762 另外HAPPY EVERYDAY 就想問一下五毫仔 五毫仔有沒有機會上 五毫仔有 有的意思 本身一樣 就是很簡單 今年是22年 22年之後 我們說23、24年 未來高盛看報告 大概是超過12次的價值 超過12次的價值 有些人說 今年有七次的議息時間表 會不會真的叫加七 有些人說 你七次 每次都加 加七 我覺得你的成數會比較低一點 這個成數的意思就是 你本身說我們四分之一來加息 其實大家都知道 息七月收入一定會離好它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買回匯豐 其實你另外買的概念就是 本身匯豐最賺錢 就是整個segment的業務 是香港以及國內的方面 我覺得在這方面的業務 可以繼續看好 我覺得有機會 63至65元的水平 都會有機會挑戰 但是不是說Q1 可能是Q2的情況 OK 即是要看回加息的情況 是發展成怎樣 但是呢 上網暫時是63至65 但都不是短期的目標 大家都留意 卡迪就想問晶片股1347 近期的晶片股怎樣看呢 今天都真的承接著大市升 它都升4%左右 但是其實它在高位都匯落了不少 更加晶片股市都不是很大的炒作 是不是呢 其實我們都說得對的 即是說不太大的炒作 我們有時候看 因為晶片也好 芯片也好 我們應用它在不同的範疇 我記得如果你說 在一月左右 汽車生產商 美國有一個叫Diamner Diamner也說明 22年整年 你說真的芯片的情況 供應是解決不了的 即是供應的情況 除了緊張之外 大家都怕 或者有些事情你真的做不到 例如智能汽車 或者我們說其他不同的方法 芯片的供應非常之緊張 所以這方面 就算你哪怕技術怎樣好 其實你未必是供應得到 你有時候供應不到 或者就算你供應的價格是升 未必是客人會要的 我覺得整件事的 1347很簡單 你如果真的要買 投機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是30元 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30元買了之後 你想一想 另一個位置是42元 但是這些位置 我就不會建議你先看這隻股票 如果要購買的話 還是要做一些短線操作就算 沒錯 短線操作 因為如果你說今年 真的要負責下來 也不是今年 其實由去年 去年年底 如果要負責下來的話 你說要升上去 那些蟹貨 那些錢是非常難推上這隻股價的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 去操作這隻股票 ok 因為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分析師都說 有望二二年年尾 解決一下這些問題 但是有些都會覺得 未必真的能解決到 沒錯 始終問題都拖了很久 而且都挺嚴重的 大家都留意著 好像近期的晶片 剛剛卡尼問到1347 可能都放在一個watch list上 或者是短線操作就算了 這些 繼續回答一下問題 先 湯湯就想問1024 那隻快手拿 我就看到北水也有給他 他就想問 究竟還有沒有水位 在現價上多一成 一成就不難了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說12月上年 12月打下來 就是說 未升穿過100 然後一直偶著偶著 偶著 那北水也入 我會覺得 你看回100 可能你說升一成左右 應該是110元左右的位置 有機會 所謂有機會的意思 就是看它的業績公佈 因為業績公佈 其實對於一隻科網股 你不是看它虧多少錢 或者不是看它說 喂 我今年盤數其實不行 要看它就說 Chairman statement 或者是看它的管理層 是怎樣看的 我相信它的GMV是比較厲害的 如果你說真的快手的話 但是你要看110元的話 我相信可能是業績前後先 不是說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炒 大家都會落後 但是反而就是 那些錢是去到哪一種呢 可能真的去到騰訊 阿里巴巴會比較多 你看到它上升到 Top 5成家 我覺得就比較窄 所以這隻股份的話 它比其它是比較弱一點 但我覺得仍然可以看回 你業績的左近 你可以上升到110元水平 那現在買的話 可能相對上要坐一段時間才行 都會的 因為你如果現在要買的話 其實你真的除了要看 香港這方面的科技股的情況之外 其實你一直在傳 TikTok什麼時候會上市 都不認知 如果你說TikTok你上市 好像沒有了影 沒有了影 因為你不會 傳了很久 你不會現在比較淡一點的氣氛 科技類比較淡一點的氣氛 拿出來上市 如果拿出來上市 有沒有機會真的110元 這個機會非常之大 但你說真的不應該出來上市 真的都籌不到水 我覺得就 你看回業績左近 我相信有機會 即110元 115元都有機會 OK 都是留意著業績 又把科技股提供 拉下一些新的留言 我見到BB布布 就想問9618元 現在可以插入嗎 今天就彈了4.5%上來 曾經應該都插入到300元 這些位置插入又是否值得呢 這些位置不會插入 會不會危險一點 這位置很危險 很危險的意思是 我們還未去到相底 但你說260元附近的位置 開始有支援 你說如果真的升穿300元 會有機會上340元 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大 你說真的插入的話 我覺得340元左右 你才去想 我覺得現在非常危險 如果你說 因為他每次的上落都很大 很難抓 我覺得9618都 我曾經玩過牛熊 關於他 但好像都是輸了一點就收場了 很難抓 我經常覺得9618 說完京東 他們就想問阿里巴巴 Ray Kwok 因為他叫我們身體健康 多謝多謝 心想事成 他就想問 怎樣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剛才就說 今天他都彈得比較厲害 但如果要選 可能真的要選一隻700 那就是阿里巴巴呢 我利益申報 我要說阿里巴巴 是的 但是我們自己這麼看 如果阿里巴巴怎樣看呢 有時候坊間就說 現在你就看一些ADS 然後看了ADS之後 然後影響可能沽貨 其實我們不會很集中看這方面 我們看阿里巴巴影響這麼深入 其實本身就是螞蟻金服 螞蟻金服的上市進程是怎樣 就算你現在拿一隻螞蟻金服出來上市的話 其實估值未必會太高 但是影響到螞蟻金服的原因的話 其實我們經常說借貝和花貝 借貝和花貝是甚麼意思呢 假設淘寶有100元 在Warnet那裡說 其實你說你只可以買100元 但是不是 有時候有些魔鬼就說 你買多一點 你買多一點 我就借多一點給你 兩萬元給你 如果我是買金服 我借兩萬元給你 現在這樣說就是由兩萬元到三千元 但是你整合了這些借貝 說到借貝 借錢給你 廣東名發布就說 這方面消費的支付工具 整合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市 你到時候又要問阿爺 你問了阿爺之後才可以 我批你出去上市 我覺得你說阿里巴巴怎樣看 如果你說短線操作 短線操作 我覺得1.13你可以看 1.13你看完之後 然後你又上去哪裏 可能達到125元的位置 可能你會計算 一成都沒有 買來做什麼 對呀 但是你買一隻阿里巴巴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的蟹貨 我們說的業績的時候 從150多元開始坐下來 其實來港那裏有很多蟹貨 你要升的話 其實是非常難的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要長線去拿 有時候阿里巴巴 其實除了月銀 馬雲 我們會看第三個人物 叫Monga 你看Monga 什麼時候再出手 你自己就跟 最慘的是我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錢 就是我自己 就是小周我自己 可能買一手都比較結局一點 是不是 也未必有那麼多錢 就是你怎樣操作呢 你看看Monga的操作 如果你真的什麼貨都沒有 你看Monga什麼時候珍持的時候 你就自己就跟著 跟著他一起上一起下 這些就叫做 好啊 近期阿里巴巴都是做一些短線操作 都是這樣先 他們阿簡家輝就問2250 問一些半新股 哦 必得的 是的 小黃鴨 今天就升3%上1.9 這隻你自己有沒有心水或者看開 我沒有看開 但是有時候新股的市場 一件事就是你要看成家量 成家量如果一直是積弱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窄一點 所謂窄一點的意思就是 你不理上市第一天 因為上市第一天我們有很多可能暗盤 或者那些一手檔開始叫做焚出來 炸出來 你看看第二天第三天的成交 如果你的成交是超過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話 你到時候才可以說 喂 再配合陽足的聲勢 你才可以說要看好 反正的話就比較弱一點 弱一點就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Vivian都幫我們把圖出來 你左右邊兩邊 一元九三一元九四 你萬六股對六萬一股 我不是看小各位觀眾 你們買一口袋 你也買五萬股 買十萬股 你買完之後 我放不出來 放不出來 然後也沒有成交 這就是我剛才的意思 假設我自己可能真的賣過一千股 我放完之後 一元九月又炸了那些千股 其實我只是說一件事 有時候你真的要看成交 如果成交是說 你超過第二、第三天的話 我覺得你仍然可以看一看 但是否則你現在買的話 是輸機會成本的 不建議你看著 那些新股都是這樣的保存策略 印尼Lowmean想問3738 那些SARS股 問短期可不可以上去6元 今天也升上1%左右 但是短期SARS股都是弱一點 會的 因為每個意思就是 你看明文也好 你看化學也好 其實來說是弱一點之餘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回購 他們本身的主席 我認為是在一月多的時候 他增持了 五月四十多時就增持了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賣 我覺得就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齊上齊落 跟他一起買貨 那些位置就賣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主席 是第一層買貨 會有機會第二層、第三層 他再下的時候 就是第二層、第三層 我覺得一件事 如果現在是不是有貨 你看主席第二層的時候 如果真的下下去 第二層增持的時候 你是不是增持一點 你自己買一點 不是跟他增持一點 你是買一點 我未必真的托到他的價格 我未必是增持到他 但是我參與一下 是的 我覺得這些不急 有沒有機會下下 可能五元的水平也會有 你投機的話 你五元是可以賣 你看哪些位置 可能五元八左右 但如果你說現在沒有貨的話 我就真的不要看著 或者真的不要參與 OK 都是放著 視訊項 如果是喜歡者 三筆三百 另外 莉莉問是2269 可以怎樣部署 近這兩天 最大風聲都是他的 因為他也挺搞笑的 今早我看的時候 高康是上到六十八元 然後一夜就沒有了 現在就下回到六十一元 他說他六十三元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 我猜他也是這兩天才參與 六十多元 六十多元也是 因為昨天早上炸下來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要生的就生的 肯定不說新年 但你五十五元應該撈到的機會 不是說比較大 但甚至我自己有玩的 昨天我是五十六元多開始玩 玩到大概六十元左右 然後會有些會扔心口 做甚麼事這樣停牌 但我自己說的 我玩的原因是因為昨天暴跌 然後會反彈 但是回到二十六九 你可以怎樣部署 在二十六九 其實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制裁不制裁 我們說回國內 其實官媒都說 CRO這個行業是非常暴力 即是說你看到整個segment 你看到其他的股票 CRO那些其實也跌得很厲害 你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說的是他們CO 美國那邊 我逐一點就叫做港數 港完數之後又怎樣呢 你復了牌又怎樣呢 但是基金佬就是炸下來 他炸下來 不買上去就不買上去 你說如果我看怎樣部署 我猜是有貨 我猜是有貨 如果真的抄上去65的水平 我覺得真的要收取一些手續費 賺一些 你就真的要平衡了 我不鼓勵的 我不鼓勵 我不鼓勵 你會不會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 你做不到的 你講真的 如果真的煤購 你就要再等下一個財政年度 再給你煤購 你到時再做 但是現在會不會有機會再下 我相信下的程度是非常之大 因為最害怕的就是 菇媒再再抄一腳 你這個暴力行業 你還要到的 你真的要減價 我就最不喜歡人這樣 不是想斷 沒錯 有機會再抄一腳 我相信機會很大 所以持有股份的投資者 非常之小心 我真的兩邊都抄它 中國那邊又抄 美國那邊又出招 OK 小心一點 如果你是駁短線 一兩天的反彈 或者半個小時 都可以玩一下 關於2269 但是長線暫時都不考慮 另外 他們就想問 奇雲基簡 想近期進入多一點局 還是賭股 他就想問 金沙、銀魚和永利三選一 應該怎樣選 還是都未是一個好時機入場 如果你要選 我覺得時機OK 所謂OK的意思就是 當然 你看賭股 就越來越近 六月那時候 有發佈一個新的賭牌 你要買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是可以部署地 但是你要買的話 Vivian 我會幫你 把一隻二十七 我自己說 這三隻一定要買二十七 即是買銀行月囊 為什麼呢 我不是因為他龍頭而去買 因為本身疫情之前 整個澳門的賭場 他平均一張賭桌 可以說是每個月的運動 運動是一億 一億港幣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銀河也不是很聽國家話 而是他未來的發展 是會比較偏向resort的方面 即是一些度假村的方面 或者一些旅遊項目 都比較多 但是當然 你要買的 有時候我們看看 金沙也好 銀魚也好 永利也好 我們以前說 中場廳 做得最多是金沙 但是反而就是 未來的勢頭 銀河方面也好 金沙方面也好 或者可能 在永利方面也好 因為我看回那些金沙也說 跟一些搭馬仔 就已經是不合作了 大家會偏向的角度 就是做回中場廳 即是你說中場廳 你說管理得最好 在疫情之前 我還有去 即是你說去回澳門的話 其實銀河方面的中場廳 管理得非常好 即是你本身來說 我不是猜是大家賭博 但中場廳就是說 我們可以所謂的 差不多叫做大達地 大達地就是什麼人可以參與 大約我看到銀河的一張桌子 是八百元 即是你最低是參與八百元 即是你說如果在金沙 可能是三百元五百元 即是如果你做的客戶都不同 那那方面大家如何賺錢 定位都不同 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銀河去想 即是如果你是真的部署 你可以去想 但是買的話 我覺得下一點 45元的位置 你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你要穿40元的時候 你就要去斬掉 但你40元買了之後 你看什麼 看長一點 我們在說六月的賭牌 的發佈 OK 好 那要看著六月的情況 可以怎樣 放一些賭股 因為大家都擔心 接下來沒有貴賓廳的事 有些人就懷疑 真的要轉型 那些賭場或這類的公司轉型 好像真的銀河都會再快一點 會再快一點 因為整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看銀河 我們以前未叫封關 已經到達到 你會見到一期二期 然後它未來的開展 會三期四期 但是在賭股方面 其實最影響它 就是現在的牌照 可能是由二十年的長期 可能是十年的長期 就是賭牌的發佈 十年的長期 會影響到什麼呢 如果我本身來說 我是交一份計劃書 給澳門政府 我未來 可能在二十年做什麼 你建一個建築 可能要在三年的時間 你才能建 然後你才會有收入 但如果在十年 我建的建築就越來越少了 或者我未來做得到 銀田貸款的長期 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其實會影響到現金流 你說賭股 你可否看回之前這麼好 然後因為疫情過了 應該會升回之前 可能大概八十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這方面有點謹慎 但是因為 謹慎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由二十年期 可能會縮至十年期 大家對於說 你會大興土木 會做多些項目 這方面是會有保留 但是我覺得純粹 如果你買賭牌 發佈的話 應該未來預視 即是這六間 即是三加三的話 其實都可以留下 未來預視可以留下的話 但是你買回 真是最大的那隻銀魚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可取一點 OK 那真的回答了三簡易 都是擺著一隻二十七 先 但是都要留意著 賭牌的發佈 最後一個問題 Jeffrey問的一三九八 借工商銀行 他四個八號二 沽了 應該什麼位置 找回他入場呢 四個多少 四個八號二 四個八號二 沽了 如果你看 當然是飛曬天 對 飛曬天的話 你真的下十天線 你真的買他 即是下十天線的意思 因為他們由十二月左右 開始 就已經沿著十天線上 我覺得十天線 你下回的話 大概現在是四個七號幾左右 四個七號六左右 你會不會再升 明天就會升 因為過往十天都會升 因為股價 我覺得 你下回十天線 到時你自己補貨 我覺得這方面的話 就會比較可取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再銀行上去的話 你未必是補貨 進不了場 進不了場 因為我們自己看內銀 很簡單 就是本身的息率舊 我覺得基金經理 只是追回息率 我覺得這方面 你真的不要跟市場鬥起 OK 補充十天線 暫時 四個七號六 這些位置 可以看著這個指標 看看有沒有機會 到花園 可以入場 時間差不多 我看到Jeffery 都問了257 剛才也有說到 可能拉前一點 聽花園 時間差不多 我看到問題 都答得七七八八 今天很開心 有Ivan 和我在 謝謝Vivian 那我稍後有機會 再在UpTV見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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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